当下大部分美术馆都会提供讲解服务 人们支付额外的费用租赁一个讲解器 或拿着手机在作品前扫码听讲 发音标准的人声将艺术家的生平及创作经历 和通过合众技巧进行艺术表现等为未到来 听完介绍观者似乎或多或少的听懂了面前的作品 艺术需要被解说吗 能解说出作品所要表达的一切 那么是否还需要创作出这件作品呢 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否采用文字文本 都是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现象 画家玛格丽特在一支烟斗下书写 这不是一支烟斗 他利用文字的同时也在反截文字 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理解某一件具体作品 但艺术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范畴 对艺术下的任何定义都只能是当下的定义 谁都不知道这个定义在什么时候会被推翻 艺术从不是阅读理解 在看懂艺术这件事上 何不解放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